馬鞍,歡迎大家收看這個賽馬報告,又在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不知道大家跑好馬仔未,明天九場賽事很早開 我在5.48分,就會在我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和大家用Live見面 在這個節目中,會和大家講一下大家圍頭組的賽馬報告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比較直播的馬筆出來 如果想知道,千萬不要錯過 最重要是什麼?訂閱我的頻道,不然明天直播你也看不到 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,按下去就可以訂閱我的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事不宜遲,由季初直至然時為止,賽馬會錄得大熱門勝出率是30% 相對三甲率是61% 我們立即用這賽馬,看看武天李先生之下有什麼賽馬報告可以和大家預測 見到上次紫賽復星這筆馬,綠色不是鬼上身 就會見到上次萬步速,比一隻超速果然有,仍然贏這三隻主宰了大局跟前的馬 後面後上的有影侄,二進和紫賽復星 你按回二進,位置上比較接近的紫賽復星 再出,其實他都跟影侄雙雙雙包辦了三甲 在相同的路程可以做到這件事 證明那天,那個步速上相當之不利追 他不利追之餘,位置也跟二進相約 可以見到,賽馬報告也有說 今次罰了阿婆要五千元,因為馬方前方用鞭 其實怎樣用鞭都沒有用,這麼難捕捉不到上去 所以今次又有機會可以,因為跑菊草馬慢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好了,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今晚又很受歡迎的隔夜飛錢賽徑 大家記得訂閱這個頻道,千萬不要錯過 好,我們晚一點再見,多謝收看這個賽馬報告,拜拜